从黄昏到黑夜 国共双方在南北山村 展开激烈的巷战 1949年共军突袭金门 登陆古宁头却遭到国军迎头痛击 共军被打得灰头土脸 另一场战役却极少被人提起 早在古宁头之前 中共先攻击上海市外的周山岛 台海岛屿战争揭开序幕 控制周山岛等于封锁长江河口 成为共军首先攻击目标 两个月后共军在金门 被国军狠狠修理 随后周山岛战役中 国军创造登附岛大节 重挫共军攻势 毛泽东就说我们准备得太仓促 一败涂地 所以你看一场古宁头战役 金门离厦门那么近 他都拿不下 从金门登陆战到周山岛战役 再到随后的大陈岛之战 当年共军要是通通夺下外岛 台湾根本就守不住 在周山岛战役中 国军阵亡上千名士兵 最终撤走早上十二万驻军 还有两万居民 尽管周山群岛还是遭共军夺走 但当时血战胜利 确保台湾本岛安全 守住最后的岛屿 三十五方目扶红 游家伟 陈彦豪 先孟哲 台北关键